2077年的地球为何只剩下了两个人类 回复核天设施的小伙又为何频频遭遇怪梦 所谓人类和外星人的战争是否真的存在 这一切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秘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句 由汤姆克罗斯主演的科幻动作电影《一落镇静》 故事开始 一艘高科技的巡逻飞机穿梭在云层之上 钻过电闪雷鸣的云环掠过荒物人烟的平原 飞机灵活得就像是一只飞鸟 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点 找到了一架失去动力的无人飞机 驾驶飞机的男人缓步上前 替他重新更换了燃料电池 目送着重启之后的无人机消失在了天际 男人的脸上却丝毫没有喜悦之行 因为他刚刚发现 这片被荒草覆盖的盆地 曾经是个无比热闹的棒球球馆 但在那场和外星人的大战之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没错 为了寻找新的家园 一伙外星人在2027年彻底摧毁了月球 随后便开始对地球发起入侵 人类被迫使用了核弹 虽然赢得了战争胜利 地球却再也不适合人类居住 无奈之下 人类建造了名叫泰特的巨型空间站 准备将它作为跳板移民到新的星球 转眼之间 时间来到了2077年 人类虽然离开了地球 但也在海上建造了许多水电平台 利用核聚变技术生产能源 为星际移民做好准备 而至于故事的男主杰克 他的工作就是留守地球 对武装无人机进行修理和维护 好让他们来对付外星人的零星骚扰 这天 杰克照理驾驶着飞机离开军队的塔台 开始新一天的维修工作 在大档维卡的导航之下 他顺利修好了第一架无人机 不过 另一个需要修理的目标 似乎掉进了一处洞穴 顺着机器发出的信号 杰克沿着绳子缓缓坠下 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一座图书馆 很显然 这个藏在地下的图书馆荒废已久 杰克端着步枪 小心翼翼地寻找着无人机的下落 然而 等他找到了信号源头 才发现 无人机早已不翼而飞 紧接着 脚下传了一阵剧痛 杰克被陷阱夹在地上一路脱形 听说眼机手快打断了绳子 但当他缓过神来 已经被外星人包围了 见识不妙 杰克一边拖动板机疯狂开火 一边想拽着绳子返回地面 谁曾想 眼看就要逃出生天 绳索却突然崩断成了两截 把杰克重重甩回了地底 步枪也随之脱手而出 然而 就在即将被扶之际 被他修好的无人机 却突然赶到 自动瞄准 自动射击 开了挂的子弹 凶陷而出 瞬间把外星人们全部消灭 杰克得救了 带着从图书馆捡来的一本古籍 杰克回到了塔台 对于他的平安归来 搭档维卡先席不移 按照规定 他们的服役期马上就要结束 离开地球的日子也近在眼前 不过 越是想要圆满退休 找上门来的麻烦 就越是接连不断 第二天一早 睡眸中的杰克 忽然被剧烈的爆炸吵醒 等他冲到窗前 眼前的一幕 把他吓得呆在了原地 不知在什么时候 外星人把偷来的无人机燃料 直接投进了一座 水电平台的反应堆里 随着巨大的魔谷云 腾空而起 杰克和维卡 已经是无力回天 几乎在同一时间 维卡还在系统里 拦截到了一个 发往太空的外星信号 为了探明究竟 杰克驾驶着飞机 找到了信号源头 在一栋残破不堪的大楼里 关闭了信号发射装置 虽然暂时解除了麻烦 杰克的心情 却始终无法平静 这栋神秘的大楼 他在梦里来过 原来 为了保证任务的安全 在前往地球之前 杰克和维卡都被彻底 清除了记忆 然而 在这些天里 杰克还是会在晚上 梦到某些相同的场景 那是在大战之前的美国 他和一个神秘的漂亮女人 极其亲密 瞒着远在塔台上的搭档 杰克的飞机偏离了规划路径 悄然降落在了一片 室外桃源之中 森林 琥珀 还有自己亲手搭建的小屋 躺在柔软的草地之上 杰克正在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天空中 却突然传来了诡异的声响 在他的目光里 一艘身份不明的飞船 划过天际 杰克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在散落的飞船残骸里 发现了几个 专有人类的休眠舱 其中一个休眠舱里 杰克还没来得及开展救援 一架无人机就跟着赶了过来 把几个休眠舱瞬间炸成了碎片 情急之下 杰克用身体护住身后的女人 用自己的身份ID 这才把无人机赶了回去 拖着休眠舱返回塔台 杰克和维卡唤醒了女人 得知她的名字叫做兔妞妞 并且已经在休眠舱里 沉睡了整整60年 不知为何 兔妞妞刚刚苏醒 就一口叫出了杰克的名字 这让杰克心底的疑惑 变得更加浓烈 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兔妞妞的请求 带着她一起回到坠落现场 寻找飞船黑匣子的下落 飞船坠落的事发现场 兔妞妞顺利找到了黑匣子 可一伙外星人也偷偷围了上来 突然出手 把杰克打晕在地 等到他重新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把椅子之上 黑暗里 一根火柴擦亮了微弱光芒 一个戴着墨镜的黑人大爷 出现在了杰克面前 随着黑人大爷一声令下 灯光亮起 杰克这才惊讶地发现 这些绑架自己的外星人 居然全部都是和他一模一样的人类 没错 这么多年以来 他负责维护的无人机 一直在吐露他的人类同胞 从大爷的嘴里 杰克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原来其实是人类输掉了 和外星人的战争 而所谓的人类空间站泰特 实际上是外星人建造的基地 只要能把它彻底毁灭 人类就能够获得自由 通过发送信号引导飞船降落 大爷和他的手下们 已经得到了一个小型核反应堆 加上从无人机身上偷来的燃料 他们已经制造出了 苏以毁灭泰特的核武器 就杰克能够激活被捕获的无人机 让他载着核弹飞往太空 已经权衡 杰克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也就在这时 搭档维卡派出的无人机 已经追踪到了大爷的基地 一瞬间 基地里警笛大作 顺着隐蔽的地道 两个小弟偷偷爬出了基地 朝着无人机架起了巴雷特狙击步枪 巴雷特趁机发出怒吼 两个子弹呼啸着 命中了无人机的装甲 打着转坠毁在了地上 害怕暴露基地的位置 黑人大爷放走了杰克和兔妞妞 临走之前 大爷嘱咐杰克 如果想要了解真相 大爷就藏在被设为禁地的辐射区里 离开了基地之后 杰克带着兔妞妞 来到了发出信号的大楼 而在等待飞机接他们的时候 兔妞妞也对杰克 讲出了另一个秘密 原来 他和杰克曾经是一对宇航员夫妻 在60年前 人类发现了突然出现的外星基地 于是被派他们乘走飞船前往调查 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兔妞妞休眠了整整60年 杰克却被外星人清除掉了所有记忆 拍往地球维护设备 回忆到了动情之处 两个人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 然而 这所有的一切都被搭档维卡看在眼里 等到杰克带着兔妞妞返回塔台 他不仅拒绝为两人开门 还把杰克发现兔妞妞的经过 全部汇报给了泰特总部 一时的搭档闯下了大祸 杰克拼命地劝说他 跟着自己一起逃命 可惜已经太晚了 说话间 一架无人机忽然出现在了窗外 二话不说把维卡炸成了碎片 杰克随后也被打倒在地 关键时刻 兔妞妞启动了杰克的飞机 利用飞机上的武器 把无人机打成了废铁 救下了杰克的性命 远程连线里 外星人模拟处的人格表示 刚刚只是无人机碰巧出了故障 同时还让杰克把兔妞妞带回泰特 亲眼目睹了搭档的死亡 杰克自然是不会上当 他拉着兔妞妞上了飞机 几架无人机也跟着追了上来 几万米的高空之上 杰克的飞机和无人机旋转着 扶上缠斗 连身自己落了下风 杰克驾驶着飞机酸进山谷 接着地势眼部绕到了无人机的背后 瞬间从猎物变成了猎手 猛烈的炮火里 两架无人机应声化作了火球 没想到 最后一架无人机也随之改变了策略 用自己的速度优势 不但撞击着杰克的飞机 没有过多久 杰克的飞机终于苦堪重负 一头扎进了辐射区的茫茫大漠之中 杰克走下飞机勘察环境 却发现又一架巡逻飞机 降落在了坠毁的无人机旁 飞机上走下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 长相居然和杰克一模一样 同样的发型 同样的五官 就连看到突妞的反应 两个人也是完全一样 这一下杰克才总算明白 大爷为什么让他前往辐射区 寻找真相 为了阻止对方修好无人机 杰克冲上去和他扭打在了一起 一番打斗过后 最终还是杰克占据了优势 把对方彻底打晕 不过就在刚刚争强武器的过程中 两个人的子弹误上了一旁的突妞妞 只见他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鲜血从体内不断涌出 性命危在旦夕 抱着司马当作活马翼的心态 杰克试着激活了另一个自己的飞机 没想到居然真的飞回了另一座塔台 见到了另一个忧心忡忡的搭档维卡 果然 诺大的地球之上 还有不知道多少对杰克和维卡 在替外星人维护着各种设备 带着从塔台拿来的医疗设备 杰克带着兔妞妞来到了自己的秘密小屋 经过一夜修整 两个人重新回到了基地 看到杰克去而复返 大爷的表情似乎并不惊讶 事实上 当初外星人占领地球 靠的就是复制了成千上万个杰克的克隆体 而在荒废的图书馆里 看到杰克带走了一本古籍 大爷就发自内心的认定 自己一定是遇到了真正拥有灵魂的杰克 事到如今 杰克也不再犹豫 亲手激活了装载有核武器的无人飞机 并且为他设定了飞行轨迹 夺回地球的理想 眼看就要实现了 但偏偏 外星人眼界没能带回杰克 很快又派出了三架无人机 赶到了杰克所在的基地 由于没有提前防备 差秒间 整个基地被无人机炸成了一片火海 在人类的武器和身体面前 全副武装的无人机就像是狼女羊巡 在基地内部横冲直撞 开始了疯狂毒杀 要不是杰克知道无人机的弱点 所有的人类恐怕都要命丧于此了 一番混战过后 基地总算重新恢复了安静 然而 在奋力抵抗的过程中 黑人大爷不幸深受重伤 被规予厚望的无人机 也被打成了废铁 即便是杰克也无法修好 看着大爷失落的眼神 杰克突然灵机一动 表示要带着狗妞妞一起前往泰特 在其内部引爆核弹 深情的吻别之后 狗妞妞重新躺进了休眠舱里 被杰克带着上了飞机 前往泰特准备开始自杀式袭击 飞机的副驾驶座上 杰克打开了从飞船上找到的黑匣子 时刻60年之久 陈锋的记忆终于浮现在了杰克面前 2017年 人类发现了突然到来的泰特 派出杰克和维卡驾驶飞船 前往泰特进行调查 而在即将抵达的时候 杰克突然和地球失去了联系 飞船也不受控制地被吸向泰特内部 为了拯救还在休眠的宇航员们 杰克其实分离了休眠舱体 自己则和维卡一起被外星人扶过 最后被改造出了无数的克隆体 60年后 杰克再次进入了泰特 打着返回总部领取任务的幌子 杰克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就把飞机顺利降落在了核心区域 而等他打开冷冻舱 从中苏醒的竟然不是兔妞妞 而是身负重伤的黑人大爷 他知道自己命不就已 于是便决定代替兔妞妞 来到泰特见证全人类即将到来的胜利 杰克和泰特按下了引爆按钮 把整个泰特瞬间炸成了无数碎片 幸福的人类再也不用受到外星人的威胁 可以开始重建被毁灭的家园了 故事的最后 兔妞妞生下了杰克的孩子 带着他们一起生活在杰克建造的林间小屋 直到这天 另一个被克隆的杰克也重新恢复了记忆 带着自己的伙伴们历经跋涉 终于来到了图妞妞的面前 和他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就是电影遗落战境的故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我 大家看更多经典电影